这个父亲有多歹毒 他将女儿强行塞进泡彩缸 任凭对方如何哭喊 依然是一脸冷漠的盖上盖子 还压了一块百斤重的巨石 防止他逃跑 之后便在林中跳起了大身 随着鼓声的频率逐渐加快 女儿的哭喊声也越来越凄惨 而男人就像是被附身一样 突然发出一声尖叫 倒在了满是血污的镜子上 在这之后 父女俩便消失在了眼前的山洞中 这就是17年上映的S级恐怖片 长山洞 胆小的伙伴们 记得艾特尼的冤种朋友 一起观看吧 故事开始 一辆汽车行驶在荒无人烟的公路上 车上的男女神色紧张 似乎在害怕着什么 突然